所以当初傅鹏为什么会离开 也许李佳琪一直没变 他只是不装了 2016年是李佳琪他有直播行业的第一年 当初他直播间只有十几个人 但是在他的直播间可以清晰的看到 有一个账号一条一条的评论产品价格低 产品好 这些在当时看似尴尬的评论 其实都是傅鹏一条条打出来的 的确李佳琪的用今天和当初傅鹏努力 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傅鹏 就没有李佳琪的今天 当年公司安排李佳琪去上海做直播 傅鹏为了陪他直接辞去了店长的工作 两人并约定赚够2000万就回家 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李佳琪信心满满的开启了自己的直播行业 刚开始直播间的人数确实少得可怜 但凭借两人的不懈努力 热度才慢慢上涨 而傅鹏也理所当然的成了他的助理 帮他使用各种化妆品和口红失色 大家知道的是李佳琪是靠涂口红成名的 但不知道的是他涂的每支口红 都是傅鹏花钱买的 而李佳琪的口无遮拦 在当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当初两人在卖睡衣时 大号的睡衣销量是最好的 李佳琪看到后直接来了一句 好多胖女孩 我们出去有很多胖胖的女孩 而身后的傅鹏密码紧急救场 要知道网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没有扫助理的及时救场 或许当时的李佳琪就会被骂到下波 那次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每次都是傅鹏在后面力挽狂澜 随着李佳琪的名声越来越高 两人早已赚够了当初约定的2000万 但却有了分歧 傅鹏想要回家享受生活 但李佳琪却不能自拔 于是他果断辞去了助理的职位 选择了退往 没有了傅鹏的救场 李佳琪更是状况百出 在之前的一次直播中 他为某品牌带货 在介绍该品牌时 他说出这么一句话 这个品牌全中国都没有专柜 只有香港有专柜 全中国都没有专柜 只有香港有专柜 全中国都没有专柜 只有香港有专柜 正是这句话彻底惹怒了网友 很多人觉得他态度有问题 难道在他眼里 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不光如此 他之前还为范丝哲等辱华品牌带货 有些时候口不择言的情况更是特别多 确实是肩不起身疤的 比如说之前他当着杨幂的面开黄腔 某种层面上来说 李佳琪虽然赚者 虽有女生的钱 过上了日薪508万的风光日子 但他的底色当中夹杂着一股子 抢眼抢不住的厌女 乳女情绪等 在另一场直播中 他直言自己是排名第一的美妆博主 谁不愿意看的粉丝 和不愿意买的离开直播间 看了这个视频后 真的还有人愿意买他的东西吗 他如今身价数十亿 确实有说这话的资本 但他能有如今的财富和地位 说白了就是被猪猪女孩们给捧的 但是兇养不够的人迟早会翻车